大家好,我是蓝雀 今天是一期剧组探班Vlog 那是啥剧组呢? 他们公司拍过《奈何BOSS要娶我》 想吃,自己拿 对,就是那部喂个樱桃都上热搜的超甜玩具 真是羞耻啊,我喜欢 导演还拍过《花千古无心法师》 哦,这么有排面 还有帅哥美女可以撩 那还等什么,别跟我说什么拍摄技巧 拿起相机就是干 等等这次剧叫啥 《一夜新娘》 赶紧找到导演大大,让他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有请著名香港导演高林豹先生 《夜新娘》是讲一个充满梦想 想做女傻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就碰上一个爱霸王 然后两个就插出一个佛发 就一个恒甜的爱情故事 小女孩?小女孩在哪里? 有包袱的人,不能这样 是谁?一大早就说相成 没想到说相成的就是我要找的小姐姐 小姐姐说经纪人给她定位沙雕少女 说起沙雕,我是知名沙雕UP组 拉过来鉴定一下便知 女主角赵昭仪是芒果TV的艺人 在乐播剧《不可思议》的情懒中 饰演狸猫女何小琴 这是在《夜新娘》里演的是 可爱的女侠花龙 男主角袁浩在乐播剧《陈希园》里 饰演狐狸精陈燕 在《夜新娘》里演的是 超酷的《海盗丸情善成》 下面来鉴定一下 这对CP够不够杀雕 先让你们三页互吹一下 不用吹,她特别可爱特别胖 哈哈,漂亮 这是互吹吗? 这是第一次吧 啊,又高又帅又有钱 嗯,吹完了 果然被我看穿假CP 再狠一点吐槽一下对方的缺点 好,吐槽 终于到这个环节了 首先呢 演戏演这里要有感情了 你看着我 你要有流露出喜欢的感情 知道吗? 是的,演戏要走新的 要我教你吗? 不吐槽,很棒 你这样我很难做人 吐槽累了 那你们平时收工都干嘛呢? 吃 除了吃,还有 吃 那还吃啥呢? 小妈都爱吃 那可多了 喜欢吃日料 烤肉 火锅 鸭舌 然后小龙虾 然后还有蟹钱 行 都爱吃 昭仪小姐姐爆出这么多好吃的 我真的好饿啊 怎么办? 先不管他们了 我要去吃饭了 看到没 这一桌还是相当不错的 旁边这桌也还行 那吃哪桌呢? 你想多了 这是拍戏用的 剧组的人吃的饭是 横店已试成专门准备的高端大气善胆吃的盒饭 让我们来看看打开长啥样 盒饭是真的普通 只能管饱 剧组的大汉们还啃起了馒头加老干妈 我正想进片场 把刚才那两桌给吃了 赵仪小姐姐也是真爱吃 让我来给你们看看她偷偷加的餐吧 面条 三明治 还有酸下巴 还有酸下巴 直接拿出网友最爱的问题 拍羞耻戏是什么感觉? 你先说我想先听你 是我的感觉 第一次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 因为这个戏的尺度跟其他戏的尺度都不太一样 尺度不太一样 会说话请你多说一点 吻戏太多了 而且一条吻戏要来来回回拍好几遍嘛 有时候这个吻戏的难度还比较大 所以你的注意力就放在怎么去完成这个上面 后来就麻木了 就又要请啊来吧 嗯 就已经是这种刷 不过呢我觉得在看见的时候 应该大家会感激动 其实蓝雀已经酸得不行了 问个正经的问题演示一下 这次演戏最难的是什么 动作就爬树 动作就被狼追 动作就被蛇咬 然后我就得爬墙爬树被蛇咬 其实我还好的 就是我这个戏的衣服 好厚 皮草盔甲 明天该被演戏 这次拍摄地是横店明清公园景区的百花楼 拍摄时每天都是36 37度的天气 现场真的是热得不行 到处都是扇子 我就待了两天 手臂都已经黑了 衣服全是湿的 看看演员穿的衣服全是厚长衫 像这件是金属做的 我一只手都拎不动 男主也太辛苦了吧 现场为了补光 还有各种射灯 那感觉简直是人肉烧烤 看看这几位哥的肤色 就知道有多健康 再来看看这种环境下演员们的状态 为了拍出来美美的装不能花 随时小风扇吹脸 头上顶着大射灯 旁边还有个大射灯 最要命的是一场吃饭的戏 不同角度得拍好几遍 同样的台词 同样的动作 我看着都累啊 里面太热了 我还是去调戏我的小哥哥小姐姐吧 最怕被吐槽哪个点 既然两位都想当好演员 那不如来给我们演一下 怎么撩人吧 来看看赵姨小姐姐有什么招数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去告诉他我喜欢他 你猜我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我会痴痴地看着他 好结束 还没被我撩的 撒雕少女就是你了 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尴尬 袁浩哥哥人到你了 我对我喜欢 直接一点 羞耻 羞耻 是哪位钻石说出了我的心声 作为吐槽能力一流的小哥是谁呢 大蓝雀的粉丝们你们好 我是演员于凯宁 哈喽大蓝雀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演员黄泉舟 最难的地方就是没什么难度 手别抖 手别抖 你别挠 这是紧张的行为好吗 我不紧张 一点都不紧张 这个角色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羞耻 羞耻 这个词是啥语 有 被一个男人亲了一下 谁 你说人家女孩亲了他一下 他非得激动亲我一下 图何许呢 难怪要吐槽男主 人家天天亲小姐姐 自己却要被帅哥亲 这么羞耻 应该是不怕被吐槽了吧 没有关系啦 证明这个剧有人看的 正经放个电 你被电到了吗 这两位在片场也是形影不离 CP感超强 在片场我还看到了两个造型独特的家伙 就是这位蒙面侠和这位弓箭手 他俩不会也是CP吧 真想他一松手 把前面这个大镜头射穿 我这个想法太有才了 我决定去验证一下 这剑到底能不能射 没想到这剑居然是真的 是真的剑啊 问了一下剧组 这剧好多武打戏 还专门请了香港著名武术指导 陈东泰先生 泰哥指导过好多有名的电影 最近的作品有 新爷的新喜剧之王 指导的K女士 还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动作电影 第一眼见到泰哥 就被他楼顺的秀发吸引 气色相当好 一看就是武林高手 我问了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电脑特效越来越发达 以后拍动作戏 还需不需要练真功夫 但这些动作特效是做不出来的 看到泰哥的工作 我才知道原来武术指导是一指就导的意思 本来我想扮成坏蛋去攻击泰哥 让他给我们示范一下 实战和拍戏的区别 为了生命安全 还是能练过的来吧 第一条示范 实际生活当中有人找你麻烦怎么办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条示范 电视剧里有人找你麻烦怎么办 慢镜头版 这个版本拍出来就有点沙雕了 不过正式拍摄前都要套好多次招 最后来看一下最终拍摄时的效果 这条就比较帅一点 为了拍这三条 演员们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拍武打戏真心是辛苦 泰哥说这次叶新娘的动作戏很棒 特别是 蓝一号元号跟蓝二号叶博成 他们的动作力很好 啪啪啪啪啪啪 最后一个人能打这么多个的 就是男主角元号 后面这位拿扇子的帅哥是谁呢 可是帅哥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没有CP呢 原来剧中他的角色金一文喜欢女主花龙 花龙你们前面也看到了 跟男主打得火热 可怜的金一文只好一个人 对于这么心酸的剧情设定 看看一博成怎么说 就不开心了 那您本人这么帅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呢 这不好说啦 因为其实一个人帅不帅 见人见智 有人觉得这个人很帅 有人就觉得这个人很丑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太好说这件事情啦 要是实在得不到爱人的放心怎么办呢 你就放弃吧 看他笑得这么开心 一定是没碰到过 不点好笑的吧 看演员被 其他演员被骂啊 蛮好笑的 被骂的正在旁边化妆呢 马上吐槽 谁在说话 没有啊 没有CPE 我们就拿一博成给大家发点福利吧 对镜头前的你们饭店 有点时间 有音量一下 怎么样 帅不帅 OK 我怎么都不信 这么帅的小哥哥没有小姐姐喜欢 经过我两天的观察 终于让我发现了秘密 就是他 是啊 是我啊 可惜的是 剧组不让我曝光 我就只能先自己看了 你们就等一夜新娘播出时 再去看看小姐姐的真笼吧 其实在这次两天的剧组生活之前 我看的国产剧不算多 动不动不就七八十集的片子 真的是追不动 这次一夜新娘只有二十四集 剧组的氛围也很好 像男主角 袁浩说的挺温暖的 大家打打闹闹的跟一家人一样 我个人还挺期待这剧出来的效果 这么多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 加上专业的制作团队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